现在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 开始对洋垃圾说不 不过一些发达国家也挖空心思 把垃圾运到当地政府难以管理的地区 洋垃圾工坊站还在上演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报道 这里是越南河内郊区的明凯村 虽然距离越南首都河内 仅一个小时的车程 但明凯村已经快被来自 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淹没了 当地约80%的村民 索性以塑料垃圾回收在地用为生 对于无法回收再利用的塑料垃圾 明凯村选择焚烧处理 焚烧后的灰烬直接排入当地的河流 进而对海洋造成了污染 日本での産業廃棄物とかの処理費用が高い それに比べてベトナムの方では そういう処理費用が低い あるいは燃やしてしまえばいい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 廃棄物処理費用を下げられるという こういう影響で流れてしまうと 来自发达国家的大量有害垃圾 正让东南亚国家倍感压力 并逐渐失去耐心 即印尼 馬来西亚 菲律賓之后 柬埔寨也开始着手清理洋垃圾 据美联社17日報道 柬埔寨海关在西哈努克省海港码头 查获1600吨塑料垃圾 满满83個集装箱 这其中70個是从美国運来的 13個来自加拿大 柬埔寨官员表示 将把这些垃圾運回美国加拿大去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 全球每年生产約3亿吨塑料 其中大部分都被填埋或污染海洋 这已经成为一场日益严重的国际危机 今年5月 187个国家将废塑料 纳入巴塞尔公约的管控范围 赋予各国阻止进口受污染 或难以回收的塑料垃圾的权利 但有少数国家未加入这份公约 其中就包括美国